咱们把这个穴位经讲一下 足太阳膀胱经起于木内字 寻形于头 从头顶入里联络于脑 回处分开下行向后 然后再向下沿着这个脊柱 对吧 然后呢 经过腰背部 两个分支咱前面讲过 一个是前正中线旁开1.5寸和3寸 然后再往下走通行下指 指鱼足小指部 身脉属于足太阳膀胱经 身脉是八脉胶汇穴 身脉阳桥落一通 它通阳桥脉 身脉是在外怀直下骨肉结合处 在教材上讲 它是在外怀下一寸 那个缝隙中 但是咱们取的还要往下 就垂直往下走 到那骨肉结合处 扎这个身脉 我们一般是拿一寸五的针 扎一个零点五寸 或者更深一点 身呢 通这个伸展的身 它是一个意思 是伸展的意思 脉就是经脉 因为这个穴位呢 它属于出太阳膀胱经 又是羊桥脉的起始点 所以呢 向羊桥脉伸展 从这个穴位开始 向羊桥脉伸展 穴位在外怀直下 斩足则开 为足关节屈身着力之处 所以它叫做身脉 它的功效组治 身呢 与身通 他为整肃自尺之茂 在至为身 张颖安曰呢 身者身也 肾气在下 故身欲太息而身处之 肾与膀胱为表领嘛 他们两个相表领 在气欲不身及气欲而身者呢 身脉与腹瘤同取 一般效果挺好 身脉学又为八脉交汇学 同于羊桥脉 所以根据上病下去 经脉所过 主治所及 所以身脉可以治疗什么 它可以治疗 怀关节扭伤 腰腿酸痛 还有偏单等运动障碍疾病 在这里头呢 我们一般治疗这个 这个怀关节扭伤呀 包括这个竹根痛哈 这个片呢 我们一般再配两个学位 是太息和昆仑 配合身脉一起用 我们简称它叫身昆泰 就是身脉 太息昆仑 偏单的时候我们要用身脉 这个偏单是 这个足内藩的话哈 是阳经的问题 咱们这个是要用身脉的 还有种说法是 十二时 时乘以十二丈夫 是相对应的不是 身时正好是膀胱的这个事件 膀胱经运行的事件 所以身脉穴呢 可以认为是膀胱经 本经本穴 就是本腐之穴 第二个穴位是昆仑 昆仑呢 属于左太阳膀胱经 武术穴里的 什么穴 大家知道不知道 对 金穴 金竹喘可寒热 所以昆仑穴 它有个功效什么 直暴喘 效果特别好 它的定位呢 是在这个怀区 外怀肩与根腱之间的凹陷处 直次呢 是0.5寸到0.8寸 昆仑为山明嘛 外怀高突如栓 它是最高的一个点 说是 以昆仑山为最高山峰嘛 穴在其后 取之以 欲本穴 所以叫做昆仑 其实咱们老早以前 百慧也叫昆仑 但后来就不这么叫了 因为叫的叫的 容易叫混了 昆仑穴呢 治疗头痛 向降和腰痛 太阳主表为人身至翻离嘛 风寒倾系 人体机表 首先侵犯太阳经脉 风为阳斜 其性清阳生散 具有生发向上向外的特性 所以风邪治病呢 上仙受之 而寒主收隐和凝制 足太阳膀胱经脂脉 上寻向背 若风寒克之 魏阳背欲 金气不裂 寻今上反 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脉伏 头向降 痛而勿寒 宿问生气 通天论的时候 有个话说是 阳气者 精者养身 柔则养精嘛 说明阳气化身 因为内可以养身 外养神 外可以柔精 太阳又为巨阳 太本身就是大的意思 太能又为巨阳 行身之后 经过 斜方肌 背阔肌 臀大肌 非常肌等人体 背面 就后背 大的肌肉 足太阳之精精 为精精之手 主精所生病 如果阳气受阻 精肉 得不到乳氧 就会出现 经脉寻形 经过部位的疼痛 所以呢 昆仑穴 是足太阳精的精血 五行属火 真知能振奋阳气 疏通太阳精气 去除体表寒气 而且昆仑穴 位于外怀的后面 太阳为圣经的圆穴 属于竹少阴圣经 位于内怀后 而且看他俩的位置 什么 血底相同 所以他们什么 我一般说 昆仑穴往里 哪一寸五针扎 是不是就昆仑 透太阳了 他是昆仑 本身 膀胱经 肾有相表领 所以他还能什么 他能布肾气 肾阳之不足 所以说我们看这个问题 就是说像这个肾靴 肾不那气 对吧 治暴肠 或者说这个传 还有个原因是 你受了外寒之后 说是太阳表证 大概是肺受寒了 从丈夫讲是肺的问题 从六经辨证 是太阳经的问题 对吧 所以说昆仑穴治暴肠 效果好 就是这个原因 像以前有个学生 在那学习的时候 我父亲就给他讲课 说讲到昆仑能治暴肠 他后来回去给病人扎症 他就遇到一个暴肠的病人 扎分门 废疏了 从肺 从肺经入手了 都不行扎来扎去 后来想到老爷子说了 昆仑能治暴肠 一针下气就不喘了 他后来问 为什么昆仑能治暴肠 原因就在这 一个是外界 风寒 这太阳表证 第二个呢 肾虚 肾不那气 对吧 而他这昆仑军的什么火炫 相当于能振奋阳气 又能什么昆仑 偷太气 两条筋都炸到了 所以他治暴肠效果很好 大家临床上 如果遇到这个问题 可以试一试 第三个穴位 尾中 河穴 膀胱之下河穴 尾中穴 位于西后区 郭恒文 就郭锅中间 这个恒文的中点 尾就是弯曲 中就是中间 林书金说 维尔取之 取之 死穴在锅窝 横文中点 所以叫尾中 因为他有时候锅窝 不是很明显 我一般扎尾中 他啪的扎 肯定是 对吧 他不会躺的扎 啪的扎的时候 让他把腿驱回来一下 这横文就很明显了 而且这横文是在这个 锅窝到这 不是这块肌肉 比较明显 突出来这块 从这个两边去的终点 比方说整个腿的 那个终点 是中间 突出来那一块 的终点 扎这个尾中 直刺一到一点五寸 咱们四种血歌里 有一句话叫 腰背为中求 独太阳膀胱筋的巡形 咱们讲了 自投自主 其中直行的经脉 在脊的两旁 脊柱攀开一点五寸 到达腰部 而且又从腰部 分出一个分支 夹脊柱 穿过臀部 直下入 锅锅中 他穿过臀部 经过哪了 臀部的哪经过 哪个穴位 环跳 经过环跳 因为环跳是 膀胱筋和胆筋的 交汇穴 然后与腰部下 然后加脊柱两旁 下入锅窝中 就为容穴的所在 然后又有一支脉呢 通过肩胛骨内缘直线 在脊柱的两旁 就脊柱旁开三寸 下行至必输区 沿大腿外侧 后缘下行 腰部下来的脂脉 汇合于锅锅中 尾中穴是这两支 从腰背 而来的脂脉 汇合之处 根据经脉所过 组织所及治理 所以尾中穴可以治疗 腰背部疼痛 但是临床上 我们拿尾中治疗 腰背疼痛 效果并不是特别好 不像太冲 后膝 阳灵拳 朱灵漆 这些效果好 包括宿骨的效果 也比尾中好 宿骨是膀胱筋的 疏血 疏血 体重截痛 但是这个尾中 是什么情况 用的效果好了 我觉得是 就是前面讲的 这个昆仑穴 它是瘦了什么 是我们太阳 是太阳筋 瘦了风寒以后 后背拘结 这种受寒凝而引起的疼痛的时候 扎尾中效果好 你像很多人 比如说是后背受凉 或者外感疯寒以后 它会整个后背发皱 尤其肩膀的位置 而且眼皮子会抬不起来 会有什么 会有种疲劳感 是不是整个身体都觉得 非常僵的感觉 这个时候你扎这个尾中之后 轻针慢捏慢捏细捏 像我这手扎尾中 你就一直给它捏 捏了这个针感 既能往上走 也能往下走 然后它的眼皮 它就突然人家精神了 腿上也有劲了 眼皮也能抬起来 这是什么 给它去寒气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腰背尾中球 我觉得应该是这的去理解 因为它只说了个腰背尾中球 它没有说腰背腾尾中球 对吧 所以大家有时候 一说腰背腾 我们就去扎尾中 其实有时候效果 你可以临床都观察 不如其他穴位效果 我们一般扎这个穴位的时候 大家临床上可以看是 一针一下 就只放射 整个小肚腿到脚根都麻了 很少说扎上一针 能直接 能往那个臀部 往大腿 往臀部 往腰上串的 但是经过 长时间的碾针 要多碾针 它也是能往上走 一般能到达腰部 但是人的个体差异 有的往上走 这个针杆就迟钝一点 往上走 这个针杆就迟钝一点 但是我扎过尾中 针杆最上能到达 能到达脖子这 就是相簿 那个是比较敏感 一扎尾中 啪 它就整个人都要抖 我说怎么了 到脖子上了 到脖子上了 这扎的最敏感的一个 有的是能扎在腰上 有感觉了 腰上就热了 整个腰就 但是有个体差异 然后这个 足太阳膀胱肌呢 从锅窝中 即尾中穴向下 通过非常接触 于外怀的后面 寻筋骨 至小指外侧 水本穴的治疗 下肢积患 效果显著 它尤其治疗什么 治疗这个小肚腿肌肉的 这个抽筋了 麻胀了 包括水肿 效果非常好 尾中穴 这和它这个就是啥 和它增感的传递呢 也有很大的关系 像这种 如果年纪大的人 蹲下站不起来 腿上没劲 你给它扎尾中 你像我拿三寸针给它扎 咱们这儿想的是 一到一点五寸 是吧 拿三寸针扎 整个能扎的什么 腿呢 这个增感 既往上走 又往下走 扎到最深的时候 扎到两寸下去的时候 你明显能赶到下面 扎到一种 特别就是 就粘腻的东西 我估计扎到筋上了 可能是 在下面什么组织 我吸血泡学的不好 组织感就特别强 整个扎到这个程度的时候 它整个膝盖都能麻了 它这条膝关节效果也特别好 但是我是用三寸能扎 基本上扎两寸下去了 但一定要扎 这种针我一般都扎 五到十分钟的扎 就到那慢慢的扎 慢慢的扎 特别有耐心的给它往下扎 就像做按摩一样给它 但是这个针扎完之后 它整个腿特别有劲 整个腿特别 而且膝关节特别好 而且身上的后背 这些感觉都特别舒服 它扎了以后 这个膀胱筋说完了 咱们说胆筋 大家都知道 胆筋在下肢的巡行 是沿着大腿的外侧巡行的 它是行于竹阳明卫筋 和竹太阳膀胱筋之间 就是在竹阳明卫筋 和它膀胱筋的中间巡行的 然后经过飞骨前 直下到外怀的前面 然后再进入竹第四指外侧端 我们前面讲了阴池阳缓 我们要选阳筋治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阳缓 是阳筋 阳面有了问题了 所以我们要从阳筋选穴 从阳筋进行治疗 而这个阳筋是哪个了 我们一般常用的就是 竹下胆筋 竹太阳膀胱筋 竹下胃筋 所以在这个阴池阳缓情况下 我们可以选胆筋穴为进行治疗 同时我们知道 竹下胆筋的落穴 落穴是光明 它里头有个实证和虚证 实则是什么呢 实证是实则绝 虚则违逼 坐不能起 可现什么呢 逐步绝冷 下肢微软无力 不能起力等症呢 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竹上胆筋的落脉 也就竹上胆筋的落穴 光明进行治疗 这个效果呢非常好 胆筋呢 我们首先这个穴位是 柱07 看这也是一个八脉交汇穴 它是通代脉吗 07胆筋连代脉 它位于竹背部 在第四五植骨底结合部 之前方 第五指掌身肌腱的外侧 凹陷处 血明示意 足呢 就是足部 灵就是治理 气就是泪水 目之所处 血在竹部 其气上通于目 主之目几 所以它叫足灵气 第一个呢 治疗目视肿痛 目悬目色 善治眼疾 竹林气 竹上胆筋 经脉巡形呢 其于目睿字 其经别 细目系 和少阳于外字 经脉所过 主之所及 而且竹林气五行 鼠目 内应于肝 肝开翘于目 肝胆相表里 故可治疗眼疾 如目视肿痛 目悬目色的 但是我们现在 在临床上 治疗这个眼疾 上我给大家讲了 后膝 是第一个 选血的位置 像那个眼睛 干涩 昏滑 包括 就目视不明 我们用后膝的效果 特别好 这个后膝 一扎上去 眼睛就亮了 配合什么 再扎上风池了 当然我们从肝竹目 我们扎太冲 但是后膝 和风池是主血 这个效果非常好 一扎上去 眼睛马上就有反应 然后偏头痛 邪肋痛 主上胆筋的寻形 起于目睿刺 上底头脚下耳后 其知者 从缺盆下叶 寻胸过季鞋 经脉所过 主之所计 朱灵奇是胆筋的书血 书主体重结痛 故可以治疗 偏头痛 邪肋痛 我们治疗偏头痛的 是朱灵奇的效果 是确实不错 扎上就有效果 包括杨灵犬都可以 治疗腰痛 这个朱灵奇治疗腰痛 效果也非常好 朱灵奇是八脉 交汇血之一 通代脉 而这个代脉 环腰一周 他后来到哪 到第十四锥了 第十四锥 所以他治疗腰痛 效果非常不错 而这个代脉 在治疗妇科病上 也是常用一条经络 对不对 所以他治疗月经不调 效果也好 但是这 如果是单这 月经不调的话 我们就不用朱灵奇了 我们直接在代面那平刺 就挺好 而且平刺代脉的时候 三寸能扎 盐皮刺 就像咱们扎面 他这个病 平刺一样 三寸能扎 盐腰刺 它收腹的效果特别好 而且这个朱灵奇 它可以治疗乳庸和乳胀 朱灵奇 金金的细阴乳 朱灵奇是胆奇的输血 朱朱替肿接痛 而且本血在五行鼠目 内应于肝 所以朱灵奇能输肝解语 里气止痛 凡是凝滞 淤色之感者 就这种患者 此血可以通之 因甘于气质 而患乳疮者 乳之因之不通 此朱灵奇可动 同时可以什么 抚摸 柔安全乳 这个乳法 今天给他一个按摩 但这个乳庸乳胀的 我们临床上用 这个朱灵奇用的也不多 我们是用什么 用裂区和肩颈 效果特别好 扎上去以后 像这个哺乳区女同志 整个这个乳房的胀痛 有那几块的时候 一炸 马上就下去了 效果很明显 但是朱灵奇呢 在治疗这个 腰腿疼痛啊 偏胎啊 运动障碍疾病 这个我们是经常用的 这个是绝对没问题 就是绝对没问题 感谢观看